這個牛肌肉 麥豆瓶黑袋一隻黑羊 這我們好朋友 這應該是山頂的吧 我看起來的這個部分 有一點點比較沒有這個 一般平底應該是還沒到這種平 這是一個腕藝餅 在這個番茄裡面很容易抓到的一個 但是腕藝餅要黑肝 黑肝的時候比較會抓到 我們好朋友這個情形應該是一個很標準的 一個這個腕藝餅的一個 在茄荷裡面的甘米甘米零食都會抓到 冷的時候一般若是平底差不多要12月過 有黑肝荷 我們說黑肝荷溫度 差不多在這個18度到20度的這個地方 比較濕冷的這個地方比較會抓 所以現在平底應該是要看不到比較抓 所以這若不是我們注意好朋友 比較不好意思 如果這若不是在白底 這樣就是可以確定是這個腕藝餅 若是你說我正在白底 這可能我們就要更了解看看 因為這非常不簡單 我們會去看到 這種情形通常就是腕藝大概在冷的一個地方 冷的這個地方比較會抓這種一個腕 但是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了 因為來的 如果天氣比較涼 如果再留給我們台語說黑肝荷 這是黑肝荷溫度 黑肝荷溫度也會去抓到 它有咖啡色的一塊一塊一塊 要很快會比較大 有時候 但是它整粒不會軟掉 裡面是超濕 但是它有那個彈性 不會水水 不會說整粒 整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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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意外 應該就是疫病 晚疫病 我們晚疫病在用的一個冰箱 私立本情 吃飲料保證 新蒙奶浦 這個油還是說免得爛 一種廣效性殺菌器 只能預防沒有效果 所以你用一支這個 再來就是打妹分 疫病 打妹分 雅托民 凡渣克絕 賽座妹 這個油再挑一支 搭配 很多種的組合 所以那個油就比較不會產生控油性 不要頂五支 很多人 全白客民 連拌生毛孝 但是頂五支的結果 三遍後就沒有效果 所以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輪一下 大概是這種處理的方式 讓我們的吉他 給小朋友 也能多少了解